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期继续跟大家聊聊俄乌这场战争啊 之前跟大家谈到过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中欧峰会召开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啊,这是啊,代表着俄乌这场战争的关键点和转折点 当时还有很多的朋友不理解啊,这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一个会议嘛 到最后也没有得到什么突破性的一个结果嘛 然后的话怎么就关键点和转折点呢,原因很简单 因为中欧峰会这双方在谈俄乌问题 俄乌战争跟中国有什么关系吗 中国远在亚洲,对不对 而且中国也没有起哄假样子,对不对 中国也没有说我偏谈哪一边 总而言之,中国远在欧洲不是这场战争的主要影响那一方 那主要影响谁,欧洲啊 对不对啊,中欧峰会谈俄乌战争就是在提醒欧洲人 你是主要被影响那一方啊 后续的新闻大家也看到了 习近平提醒欧洲欧盟的主席封德莱恩说 你要知道啊,然后呢欧洲要有自主性 什么叫自主性 如果说没有自主性的话 那你到最后就是吃亏倒霉 你选择倒向一边 自主性你要知道你做什么样的选择 对于自己来说是最好的 其实之前跟大家聊过很多的问题 按照常识,按照逻辑来说 很多的问题都可以说得通 用自主性来说,比如说说印度 之前跟大家说过 印度为什么要跟中国啊 之前那么死命的拼,对不对 印度为什么现在竟然不配合美国人 就是因为自主性啊 印度是个大国,对不对 人口那么多 然后的话,国土上面也有很多的资源 如果你选择倒向了哪一方 你这个国家就要倒霉倒死啊 对不对,你完完全全在一件国际大事上面 倒向了一方,未来你就不可能有自己的路 因为什么呢 你在国际大事上倒向了一方 你肯定会影响另外一方的利益 而且是根本性的利益 因为是国际的大事 你会完全得罪另外一方 你跟另外一方打交道的那条路就完全断掉了 你只选择倒向了另外一方的话 那一方的话会吃定你吃死你 因为你没有别的出路 因为你是大国 你有足够多的人口 你有足够多的资源 就这样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你有那么多的人口 有那么多资源 你完全倒向了一方 你到最后只能被别人吃定了 欧洲同样也是如此啊 所以说呢 习近平只是在告诉冯德莱安 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和逻辑啊 之前跟大家说 这是关键点 是转折点 是因为整场战争的 这种最真实的一个问题 已经提到了台面之上 欧洲你是主角啊 你不是配角 你不是第三方 你是主要受影响的那一方啊 在提醒欧洲人 欧洲人现在也知道这个问题了 不管是德国法国都在做一些动作 不管是跟俄罗斯的天然气的问题 还是跟美国的一些问题 欧洲人看起来没有说心甘情愿的导向美国 可是被美国人带着走 冯德莱安说的也很清楚嘛 在乎的是声誉 在乎的是声望 声誉声望是什么 之前跟大家解释了 是选票嘛 美国的舆论战带来的一些东西嘛 美国的舆论战认为支持乌克兰 支持乌克兰人才是正确的 对不对 才是正义的 如果你没有这样去做的话 你就是邪恶的 这是什么 这是声誉啊 从而带来的是影响的欧洲的一般的人 一般的人如果说啊 被这种算是美国能够控制那些媒体吧 然后所影响的 不管是报纸杂志还是APP 所控制的这些媒体所影响之后 他的选票就会牵着欧洲的这些政治人物来走啊 那总而言之 然后这个问题已经提到了台面上面 然后俄罗斯的这个选择 俄罗斯使用天然气换卢布这个事情 然后的话就是在在告诉欧洲人 你们是主要受影响的那一方啊 包含前两天跟大家聊的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新闻呢 就是欧盟的副主席出来说 欧洲人不要洗澡了 对不对 接招吧 普京 其实这个事情也是在提醒欧洲人 天然气出了问题 你洗澡都出问题啊 知道了吗 其实最近的这一系列新闻 不管是俄罗斯的新闻 还是美国的新闻 都在影响着欧洲人 俄罗斯啊 最近连续出新闻 比如说啊 天然气的事情 比如说最近的消息 俄罗斯已经说了 不只是天然气 也那个要用 要用卢布来换了 其他的俄罗斯的商品 以后没准也得用卢布来换 就是在提醒欧洲人 未来你去选吧 对不对 然后俄罗斯可能本国的那个啊 资源不是太分物 但是人家有石油啊 对不对 如果说俄罗斯喊上一句 石油用卢布来换 你说一说石油的价格会如何 石油价格起来了 可不只是你加一箱油 要多多花多少钱 带来的是物价的涨价呀 运输费用的涨价呀 那你欧洲人承担得起吗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 在提醒着欧洲人 你的生活会被影响 德国这边也在说啊 欧盟欧洲要开始探讨 关于俄罗斯天然气的问题了 为什么要探讨 就是要让欧洲人知道 没了天然气 没了俄罗斯的天然气 不管是发电 还是你烧水 烧热水洗澡 都会产生问题啊 那总而言之 现在大家的操作 从中欧峰会开始 都在面向欧洲人 来操作一些问题了 让欧洲人知道 然后引导欧洲人的想法呀 说难听就是引导 你打舆论战就是在引导 美国的舆论战就是在引导 就这么样简单的一个问题 美国的舆论战今天就来了 今天就来了 然后乌方啊 跟大家读一下新闻呢 乌方称俄军撤退后 发现410巨 然后平民的遗体 俄方否认说这是挑衅 其实这个新闻没什么 你知道吗 海外的媒体也在啊 连篇累赌的报道 这个事情啊 真的是啊 大屠杀发生了 对不对 联合国也很重视啊 等等等等 其实归根结底 是一种舆论战 到底有没有发生 到底为什么发生屠杀 其实很难讲得清楚 这个事情的 之前就跟大家聊过 俄罗斯啊 普京派俄罗斯的军队啊 往这个乌克兰开去之后 普京不管是啊 战前战前的讲话 还是里边的 发动战争的这些原因 向大家解释 等等等等 他都在标榜着 俄罗斯是正义的 之前跟大家说过 如果俄罗斯啊 真的是啊 想要怎么怎么样 都要吞掉这个乌克兰 那就炸嘛 对不对 把他的城市全炸了 我能怎么炸就怎么炸 可是俄罗斯做的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 开辟绿色通道 对不对 给平民放平民去走 然后呢 尽量避免的平民的伤亡 而且俄罗斯还说的是 我是反新纳粹的 对不对 我是打新纳粹的 新纳粹是什么意思 我是正义的 乌方 乌克兰人是邪恶的 乌克兰的新纳粹是邪恶的 俄罗斯一直在强调 自己的正义性 然后的话 这个时候 美国的媒体不就来了吗 然后的话 那你看一看 你竟然大屠杀 410具啊 这个遗体已经被发现了 这是什么 这是舆论战 同样也是在向欧洲人展示啊 大家以为像咱们展示是吗 当然是 也像咱们展示 但主要的对象还是欧洲人 你们去看一看吧 俄罗斯人好坏坏 对不对 俄罗斯人坏透了 搞大屠杀啊 对不对 俄罗斯坏 干死俄罗斯啊 对不对 这样就对了 这些舆论 这些新闻的出现 背后代表的意义就是这个 大家得明白这一点啊 其实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并不是说这场大屠杀 到底有没有发生 到底是发生什么 有意思的是 不管是美国和俄罗斯 同时把自己能使用的工具 都针对向了欧洲人 然后美国人告诉欧洲人 俄罗斯好坏坏 俄罗斯人告诉欧洲人 如果战争持续下去的话 你们的利益会被影响 然后欧洲人要自己做选择了 不管是怎么样选择 自己都得选择 选择战争 还是选择和平啊 归根结底 欧洲人是关键的 不过呢 大家得知道 美国人玩舆论战 但是从一开始就有 之前我就跟大家提过这个问题 然后的话 在战争发生之前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俄罗斯在搞演习的时候 路透社啊 就有一个著名的一个新闻 当时都给我看惊到了 当时也做视频跟大家聊过啊 就是说啊 路透社的新闻说 俄罗斯正在运送大批的新鲜血液 运往前线 这是一个什么新闻呢 对不对 当时我就说 这什么是一个什么新闻 这什么也叫新闻 对不对啊 大量的新鲜血液送往前线 这就是魔鬼化 妖魔化俄罗斯的一种新闻呢 然后让全世界 尤其让欧洲人看一下 啊 俄罗斯好坏坏 他们往前线运血液了 是不是啊 大家得知道 欧洲这个地区啊 宗教很重要 如果大家得知道 宗教很重要 尤其是 不管是天主教 还是基督教 都认为红色 是一种邪恶的代表 他不是说什么共产主义啊 大家得知道 不是什么共产主义 只不过是宗教认为红色 是魔鬼撒旦的代表嘛 然后白色 那上帝的代表 然后他运送大量的新鲜血液 红色 他只是把这一点准备了出来 然后说啊 俄罗斯在准备打仗 对不对 但是到你为什么不说 当时我就提了一个问题啊 俄罗斯军队有没有女兵啊 有女兵 那为什么不说一下 俄罗斯正在运送大量的女性用品 对不对啊 如果运送大量的女性用品 估计啊 女权女权运动啊 搞女权运动的一些女性同胞们 就会说 哎呦 俄罗斯啊 打仗还挺体贴的 但是的话 如果说你用新鲜的啊 大量的新鲜血液 这种词 那就变成啊 俄罗斯好邪恶呀 总而言之啊 这种舆论战潜移默化的 一直在搞 不新鲜也不奇怪 其实只要这些问题讲到这里 我相信有很多的网友 脑子里面又开始想了 那美国这个舆论战 我们如何应对呢 他们撒谎 他们造假 他们渲染一些事情 然后呢 我们如何应对呢 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吗 我们如何证明它是假的 就特别的绝望啊 其实大家一定得知道 选择不同的战场很重要啊 美国啊 然后呢 在舆论战 在掌握媒体这一块 真的是啊 他就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啊 来掌握这些啊 大家得知道这一点 这一点是他的主场 那你如何来做呢 其实大家得知道啊 不管是啊 就这个俄罗斯军人啊 所谓的被质疑 搞大屠杀 这个事情到底是真是假 其实咱们中国人都有了解啊 武汉的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就有各种各样的媒体啊 在那说什么 引用了一张照片 还是一段视频呢 然后是什么果实簿啊 在那埋 你知道吗 有这种有这种照片和视频出来 结果后来被扒出来 这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电影里边的一个景象吧 是流感那部电影啊 名字叫流感 还是哪部电影 我不记得了 总而言之 电影里边的一段视频 一些镜头 然后他拿出来说是武汉的疫情所发生的 死了好多人呢 然后的话用裹事布裹着在那埋呀 总而言之吧 这些新这些事情 这些新闻如何避免呢 选择战场 俄罗斯做的就是在选择战场啊 大家得知道这一点 俄罗斯为什么在用什么天然气 然后的话让欧洲人去思考 你没了俄罗斯的天然气 你的生活就会受到影响 你洗澡都出问题 对不对 接下来石油那些你怎么办 对不对啊 然后总而言之 这些事情大家得知道 不见得所有的这种舆论战 它都能够产生效果的 重点是人 重点的是人 其实咱们没有在欧洲生活啊 咱没有在欧洲生活 然后的话跟大家讲一个那个什么 匈牙利的新闻 大家就知道 美国的这种舆论战 也不见得完完全全都能产生效果 然后的话 匈牙利这个新闻 就是匈牙利的这个总理欧尔班 然后的话第四次啊 第四次连任 然后这个新闻其实很有意思啊 大家对于匈牙利的印象是什么 奥匈帝国啊 对不对 然后跟德国比较近 然后现在的这位这一位总理 跟普京的关系也比较近 然后在这个普京啊 在俄罗斯跟乌克兰这场战争里面 匈牙利的态度 其实很有意思 其实非常非常有意思 其实某种角度来说 算是啊 就是匈牙利选择了自主性 然后选择不导向 不完全导向任何一方的 那么一种选择 这是一个好事情 其实匈牙利这个事情 算是给欧洲人打了个样 你应该如何选择的一个问题啊 匈牙利在战争里面 刚开始的时候啊 然后的话战争刚开始的时候 就对于这个普京 然后呢选择了一种谴责 对不对 谴责了 然后呢还还支持什么 这个乌克兰的难民啊 我们来接待啊 或者说我们这边啊 能够接待一些难民 总而言之 这个匈牙利的这种态度 算是比较直接的 然后也是反战的 但是在能源的问题上面 匈牙利之前就说过一句很硬的话呀 如果说欧盟通过了什么啊 不买什么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 我匈牙利希望获得豁免 他为什么这样去说呀 为什么这样去呢 其实欧尔班他说得有一句话 算是挺有意思的啊 欧尔班在竞选中期间啊 强调匈牙利要保持中立啊 这不是我们的战争 我们必须置身事外 又形容选举式和平与战争的选择 这太聪明了 这话说的啊 指责对手啊 试图将匈牙利拖入乌克兰的冲突 被问及他与普京的关系时 欧尔班称 我是站在匈牙利国家利益的基础上的 我是亲匈牙利的 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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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吧 十分十分的聪明啊 其实匈牙利的这次选举 已经啊 他的主要议题已经变成了 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场战争 可是啊 这个欧尔班取得了绝对的大多数的选票 然后获得了连任 他的反对方其实很清楚啊 从他刚从刚才跟大家读的这些内容 大家看到他的反对方主要要求的就是支持乌克兰嘛 结果他还是获得了大部分匈牙利人的支持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他告诉了匈牙利人应该怎么选择 选择亲匈牙利啊 而不是说选择导向的一方 你不让我去买俄罗斯的能源 我匈牙利就要倒霉 你问我想不想要战争 我不希望战争 我想要的是和平 然后的话 总而言之只要把这些话讲下去 一般的老百姓是能够明白的 总而言之 匈牙利的选举算是给欧洲人一个提醒 给欧洲人一个算是案例 你来学吧 你来知道 你来看一看 然后这样的一场战争 我们应该如何来走啊 总而言之 这是一个好事情 不管是美国人 不管是俄罗斯人都在希望影响欧洲人做选择 不管是美国人希望影响欧洲人选择战争 支持乌克兰 持续的往乌克兰去送武器 还是俄罗斯人 然后让欧洲人去选择战争 如果持续的发生 不选择妥协 不选择和平的话 到最后影响的是欧洲人自己本身 你洗澡 你的物价都会产生问题 然后的话 这个时候欧洲人 匈牙利人 虽然说是东欧的一个国家 但是也做出了正确的一个选择 选择自己 对不对 我不希望要战争 我想要和平 我不希望我的生活受到影响 我还要持续的买廉价的天然气和廉价的石油 然后对于自己来说才是最好的 总而言之吧 不管是美国的舆论战持续的打下去 还是怎么怎么样 然后的话 从匈牙利的身上 大家就能够看得出来 还是有能够选择自己出路的一个机会 对于欧洲人来说是一个提醒 那未来欧洲会如何选择呢 虽然说我之前跟大家感叹过 欧洲这些国家的选择 看起来非常非常的不理性 那么失去了自己的常识 但是的话 总而言之吧 欧洲这些国家 他也不是说完完全全都是吃亏走到了今天 之前跟大家说过 让作为老文明的国家吧 没有一个老文明的国家是靠吃亏能够活到今天的 到最后他还会选择理性 其实讲到这儿啊 这个新闻基本上告一段落了 但是我多跟大家讲一个一个问题吧 就匈牙利这个新闻 然后匈牙利这个新闻 我首先看到的是德国之声的报道 德国之声的报道很有意思啊 这个新闻前面讲一下 就是匈牙利的这个总理的连任 也讲了一下他在竞选里边说什么样的话 以及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但是啊 但是他新闻最后说了点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匈牙利做出了不利于美国人的一个选择 他跟这个俄罗斯的关系比较近 然后的话选择自己希望发展 然后的话看起来不利于美国了 所以说这种新闻啊 他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报道啊 然后的话他说啊 匈牙利在2004年加入欧盟 但经常与布鲁塞尔产生分歧 欧尔班一直将自己描绘成欧盟基督教世界的捍卫者 对穆斯林移民LGBTQ评权 左翼思潮等议题立场保守 都与欧盟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 然后的话下面还有一个视频新闻 这个视频新闻说的是啊 跨性别者 我在匈牙利看不到未来 总而言之吧 大家感觉到里骨子什么样的一个味道 艺术形态的味道 对不对 然后的话还有什么样的味道 NGO的味道 对不对 然后颜色革命的味道 匈牙利你做出了一个不利于美国人的选择 你所做的任何的操作都可以被他们挑出来 而且来做检视 而且来指责你 你是错误的 你是邪恶的 我们大家看一看这些吧 其实舆论战就在我们身边 你从这一个新闻 相关于什么这个俄罗斯军人屠杀 相关于欧逊阿利的一个选举 一个选举的新闻下面都已经跟你玩明白 玩直接了 他都不跟你拐弯抹角了 然后只要你做出的选择不利于他 他就会用各种各样的议题来指责你 你什么RGBTQ有问题 对不对 然后的话你看看跨型毕业者都说了 然后我在宣押里看不到未来 他用各种各样的这种议题来否认你的正刚性 从而让你自己让你这个国家自己的内部 从而发生一些改变的 这就是颜色革命的一个本质 这也就是意识形态的一个本质 你不用去讨论他里边说了什么 什么RGBTQ啊什么同性恋的左翼啊 穆斯林移民的等等等等 你根本就不用去讨论这些 你只要看到这些你只要明白就行了 然后你也不用去管 比如说他的视频新闻里面讲的 我们不允许异性恋者决定我的人生啊 然后的话这种这种话题极具挑衅的 以及啊极没有常识 你生活的是一个人类的社会啊 如果说你要选择什么RGBTQ美好的人生 你就选择建立一个国家就完事了 但是啊 RGBTQ选择建设建设一个自己的国家的话 估计啊很难有未来啊 估计很难有下一代啊 总而言之吧这就是问题啊 总而言之大家看到了没有 现在舆论战 现在意识形态 现在这些啊 不管是奇奇怪怪的这种舆论都在我们身边 只要你跟他不一样 你就要倒霉啊 然后的话就想着用各种各样的议题来搞你 每一个人都小心吧 其实我们啊生活在中国面对这种议题啊 其实还算是比较远 因为什么呢 还是有一个屏障能帮我们把这些东西挡在外面 但是的话 只要我们发生一些问题啊 这些东西都会来 你就去看一看现在上海的疫情 各种奇形怪状 各种一些什么神奇的一些言论都冒了起来 我们多小心吧 然后看待这些 总而言之 这些新闻还会持续发生 如果说咱们从大屠杀的这种新闻 看去俄乌这场战争 我们就要知道俄乌这场战争未来 他的他的转折点 他的关键点 未来他主要面对的对象 就是欧洲人了 欧洲人要做选择题 如果你把他当成舆论战来看 也可以也没问题 我们就要知道 他们到底是在做什么 以及我们产生了一些问题的时候 他们会如何来说 做一个提前的预设吧 他都不跟你 他都不跟你拐弯了 评不直续 薛阿里选出来一个不利于美国人的总统 总理 然后马上同样的一个新闻就会说 你薛阿里你是反同性恋的 慢慢来看吧 你的这个这个政治正确完全在消失 到最后你国家内部出了任何的问题 没人同情 这就是西方他们玩的东西 从舆论战的角度来看 好吧 今天这期就聊到这了 欢迎大家点赞 订阅当新铃铛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